哈囉我是網路行銷策略戰戰長林瑋 OK很高興你收看今天的影片或者收聽今天的廣播 那今天在這則影片或廣播當中呢 我想要把網路行銷給簡單化 因為其實我發現很多人都把網路行銷想的非常非常的困難 覺得好像一定要很懂電腦或者是要會寫程式 會加設網站然後要有自己的產品才行 但你如果今天看完了這則影片或者聽完了這則廣播之後 我相信你應該會有另外一種全新的思維 OK為什麼我會說網路行銷不像你想像中的那麼難呢 首先我們先來談一談網路行銷的一個定義和目的好了 你覺得行銷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要讓你的網站廣告 產品的品牌或者是活動等等讓更多人看到嗎 OK 所以讓他們看到之後然後產生購買 接著就讓你獲得利潤對吧 沒錯其實行銷的定義就是這麼這麼的簡單 就是你應該要把你想要曝光出去銷售出去的東西 產品或者是活動等等的資訊讓更多的人看到 讓更多的人購買而已 OK 而實體行銷和網路行銷最大的差異是什麼呢 其實我認為只是在傳遞的方式有所區別而已 一般的實體行銷通常都是透過像傳統類型的舊媒體 進行行銷和曝光 例如像是電視報紙 雜誌 廣告看板 公車廣告 捷印廣告等等 甚至像是電影或者是偶像劇當中 常常也會出現一些品牌一些商品的置入性行銷 這些都算是一般的實體的行銷 而網路行銷呢主要是透過新媒體 OK 剛剛我們前面提到那些都是舊媒體 那網路行銷呢主要是透過新媒體來傳達你要行銷的資訊 什麼叫新媒體呢 例如網際網路 或者是你的網站 你的論壇 還有像是部落格 甚至是PTT的BBS 還有像是現在很紅的社群平台Facebook啊 Google Plus啊等等 還有例如這一兩年 比較多人在使用的一些通訊軟體 像Line啊微信啊等等 這些其實就屬於是網路行銷的範圍 所以你今天如果可以透過上述的這些實體行銷和網路行銷的通路 或者是平台 然後想辦法讓更多更多的人看到你的產品或你的廣告的資訊 這就已經代表是在行銷了 當然如果在同樣的產品成交率的狀況下 你的行銷能讓越多的人看到 當然你的銷售效益也就會越高 也就是說你的獲利會提升 OK 其實例如像是我在2006年2007年那個時候 剛開始接觸到網路行銷 我自己也只是透過部落格和網路上一些免費的平台 然後貼一些廣告的文章 或者是寫一些自己寫一些產品的文章 然後來銷售自己的一些二手的商品 或者是一些遊戲的點數等等 那時候我就發現 其實你只要在越多的地方 想辦法去發文章曝光 甚至去找一些比較熱門的網站去發文章 這個時候詢問你商品的一些人 或者是購買你商品的這些人就會越來越多 這也是我當時對網路行銷的一些提悟 所以你覺得網路行銷會很難嗎 其實我認為絕對會比你想像中的要簡單 但當然你如果想要成為網路行銷這個領域的專家 或者是大師 你還是需要學習很多技術面 或者是策略面的一些知識 以及還需要有很多各種不同事業領域的一些實戰經驗 才有辦法讓你成為點時為經的一個行銷專家 OK 而我認為行銷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兩點 第一點叫做量化 而第二點呢叫做優化 你要想辦法來量化你行銷的成效 把你行銷的成本和效益全部都量化出來 而在實體的行銷當中其實這點非常非常的難去評估 為什麼 例如你今天如果在實體打了一則電視廣告 你只知道這個廣告對你的曝光或對你的銷售會有所幫助 但你其實很難去量化到底有多少筆的成交 是因為這一部廣告來的 OK 但在網路行銷的世界當中 其實你要去量化這些數據會變得簡單許多 例如你在這個平台打的廣告可以讓多少人看到 你可以知道曝光率是多少 點擊率是多少 購買率是多少 甚至是你的廣告費用花了多少 你真正的轉換率是多少 這些在網路平台上其實你都有辦法去量化 而且你應該要去知道 要去想辦法量化這些數據 OK 當你有辦法去量化這些數據之後 你才能幹嘛 才能評估 那當你可以評估這些效益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優化你的行銷的效益 例如你一開始平均 你每花一塊錢的廣告的費用 你可以賺到1.5塊錢 這個時候也就是說你花了100萬的廣告費用 可以賺到150萬元 多賺了50萬 那麼當你有這些可以量化的數據之後 其實你可以開始幹嘛 你可以開始想辦法去優化你這個廣告 例如像是把這廣告換成不同的文案 換成不同的圖片 或者是換不同的一些銷售頁面等等 你可以利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測試 並且去優化你的行銷活動 讓你的廣告可以為你帶來更多的收入 把原本1塊錢賺1.5塊錢 優化成像是1塊錢可以賺2塊錢 或者是3塊錢 甚至更多更多OK 所以我才會說其實網路行銷就是量化和優化 那你看完了今天的這則影片或聽完了今天的這則廣播之後 你還會覺得網路行銷很難嗎 我想你應該已經開始有點改觀了對吧 沒有錯其實網路行銷絕對比你想像中的要簡單 就只是把你要傳達的訊息 把你要傳達的資訊 讓更多人看見 然後最終就是促使達到成交的目的 就這麼一句話而已 那策略面和技術面的細節當然也很多 但當你真的了解了網路行銷真正的定義之後 我認為你應該在未來做網路行銷上 會更清楚自己的方向 以及更清楚自己該如何去做 OK 很高興你收看今天的影片或收聽今天的廣播 我是網路行銷策略站站長林偉 我們下一則影片或廣播再見 掰掰